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觉得还有很多方面的欠缺 这次过来希望能得到赵老师的指点 你好 你好 赵老师 怎么称呼你 我叫刘萍萍 现在想留学吗 好的 不行都要行 有一些专业的老师教过吗 教过 应该有一定的基础 这样你今天不应该叫我来 没关系 这样我们今天先通过一些活动 打一打球 然后来看一看 那你就多提问 好的 好吧 好 好 停一下 你休息一下哈 好 停一下 你休息一下哈 刚才看你活动的下打了一下 一个就是打了这个挥拍的这个动作哈 我个人感觉就有一点不连贯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蛮正规的 其实有点蛮高的 发力应该还算好 但是就是有点把你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你到打要打时突然会停了一下 然后再打 变成你把你的力量 就分散了 对对对 这个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本身就不是特别有力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在吊球的时候 我觉得 吊的不是特别理想 就是说一个质量不太好 另外一个我觉得太远了 而且 那个击球的那个感觉也不是特别好 那我觉得比较可惜 因为做一个女的选手来说吧 她其实很多是靠这个好动的 那你以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你可能 你没把对方位置拉开 就变成她的活动范围很小 这样你就会比较吃亏 所以等一下吊球呢 再再做一做 好 然后看讲完这两个 看看你还想知道一些什么 然后你再说 先打高球 所以你自己首先要注意点 要准备打球了 这个动作给他一次就完成就好了 好的 差点狠一点 力量集中一点 还可以啊 就是现在看上去会比刚才好一点 然后这个发力也是一样的 你这个准备好了 这个发力 这样就好了 那你现在有点 太长了是吗 是你看你整个打的这瞬间是 这样出去的 好 尽量就是 停住 力量发出去 停不停没关系 你可以顺势下来都没关系 但是这个力量是 要在这把它发出去 而不是 这样发出去 好 那个赵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后场告眼球这个球 就是那个 我看见好多人都是 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会拍出去 嗯 但也有一部分人 打球的时候是 走抬的比较高 嗯 然后再会拍出去 哪一种就更合理一些 当然是第二个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好 为什么就是说 它主要是一个击球点就不一样 看在这个地方 它击球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说如果我抬起来的话 这击球点应该 更高的 和在这儿了 有没有那个发力的问题 就是在身体内侧的时候 发力比较集中 如果外侧的话 发力就比较 也可以这么讲 为什么就是说 在靠近你的时候 你还可以借你的身体的 这个惯性的力量 但在这个地方打球的话 通常主要是靠这边的力量 对 走固定了 所以力量可能会比 靠近这儿要来的小一点 有些人可能他 肩关系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可能他的韧带 可能他不能太靠近 是可能边一点 这个其实关系不大 但是尽量 以至高点为主 你的高点越高 那时间越短处 那下来的球 可能危险会越大一点 主要你要看 一个是动作的 它的一致性 再一个就是手腕 我也不需要用多样的 你看这个手腕 大概会什么样 不要停了 你看你挥拍也在停 对对对快一点 这个动作你看 就是一次一个动作给他完成掉 好的快一点 好可能有一点难度 就是还有一点点没关系 这个你先不要太去计较 嗯 看一下这个发力 好 好不好 来 放松好 还是长了一点 好一点 好的 如果要是手腕上下 然后发力的话 那不是要倒拍子了吗 拍子就倒下去了 你拍子本来就倒了 你以为你现在拍子 塑在那吗 哈哈哈 然后 你现在拍子是不是倒了 你拍子上来的时候 这样是吧 是啊 你本来拍子就倒了 你拍子 是不是拍子都倒了 这样过来 那我们其实摸的是 比较松的话 它就这样出 就本来就倒了 你拍子并不是塑在那边 就是好像你点一样东西 或者 散动一下这个感觉 你现在没有 你现在是一个整个的 嗯 好的 这个还可以 放松 好的 有一点样子哈 嗯 放松 哎 这个最好了 很漂亮这个 哎 很好 这个就是做点吊球 好 嗯 钓球刚才我也跟你解释了 就为一个女的选手 就是这个拉根钓 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技术 而且 场上很重要的 嗯 钓球一个要求 过往的时候 贴往 进往一点 落点 好几个 还有一个就是球速 好 你那是杀球还是钓球啊 哈哈哈 还是太远哈 来等一下给你点要求哈 嗯 往这儿掉哈 哦 好的这个向钓球 很好 很好 没事没事 嗯 好停一下啊 我觉得后面几个啊 应该是很好的哈 大体的那个切球都还相当不错啊 一般来说业余他不太敢这样去做 嗯 所以这个还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好 但是有一个呢就是说太温柔了一点 啊 啊 球速有点慢 对一个是球速一个人 整个动作啊 嗯 就比较慢的 是啊 比较慢 所以就 这是我气质 哈哈哈 给给你的对方可能 没有那种危险 是 所以有时候打球稍微 就是你这个速度稍微快一点 摆的速度 嗯 这样的话他完成的会比较顺一点 嗯 所以这球就是一方面他比较贴王 嗯 球的速度也比较快 是 动作也比较狠一点 对 提起来 所以这个叫球其实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 但是你要认真做的里面还是有蛮多的这个讲究 好的 这个很好啊 狠一点哈 哎 对了好的 放松一下 嘿 对了对了 摆住再快一点 力量控制一下 好的 这个很好 漂亮哈 好的 总的感觉应该还不错 就是注意我讲的几个 一个就是再狠一点 嗯 力量就是到击球稍微收一点 嗯 不要完全送出去 送出去可能会比较远一点 收一点 稍微收一点 其实刚才你看刚才打高球的时候 你已经有了 嗯 这个时候 其实还可以这样的 但是这个力量比刚才 小一点 啊 去尝试一下啊 是 这样才才有意思嘛 对不对 是 你现在学学就是希望有一点变化嘛 对吧 然后打出来的球 可以让对方觉得比较头痛 比较难接 那你也比较开心嘛 是 可能过两天人家来找你了 嗯 黄老师叫我一点嘛 嗯 刘老师 行 经常看比赛的时候觉得那个就是盖德嘛 经常用一个就是反手的那个拨球 拨哪里 对拨那个对角 对 你想过 然后我觉得这种小技术挺适合女生的 然后我就挺想学这个技术 行 那没问题 一个方面尽量把球放到前面 身体前侧 对对 这样比较容易变化 有些球到了身体后面比较难 尤其像这样的窝拍 它根本就没办法打对角 除非变化一下窝拍 还有可能到对角 准备要稍微精力集中一点 然后呢动作出来的时候要狠一点 好 来 看了有点明白没有 刚才我讲第一个是准备要要积极点 对 然后这个出去快一点 这个右脚不用这样过来吧 看球 球 比如这个球刚才它发到这儿了 你说我过来我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我这个脚就可以了 但这个球比较远怎么办 对加一步 当然你也说可以这样 但是真的如果在这儿呢 可能不够了 对 然后就加一步 这样 好的 给它点力 对 这个很好 对 这个就太软了 这种球如果人家撒撞的话 你可能打都打不到 你手腕一软它就下去了 好 这个手腕 这手要稍微硬一点 好 好 这个 跟刚才你的接的球是不一样的 刚才就是因为你这个太软了 手腕要顶住 这个要顶住 然后大拇指发力 顶它一下去先 发不发力要看别人 别人的球比较重的话 你根本不用发力 它有力的 你可以借到了 人家球比较轻一点 你可以给它一点力就行 这手一样 手腕不要软下去 稍微顶住它 尤其这个后面的食指 食指要顶一下 对对对对 刚才是大拇指先 对对对 就行了 放松 对对 放松放松 好看到球就这样就行 嗯 这个叫干脆一点 球的速度还比较快嘛 好那我试一下 再试一下来 好 顶它一下就好 嗯 还有你还是有点出去了 嗯 你看球来就就别动一下 对 好别动它 就就这样就好了 好再试一下 嗯 现在一点远 别管这个是对的 加来这个力量再收一点就好了 好 比你刚才那个太太太大的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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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n哦 好 好 好 一 好